各位亲爱的嘉宾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Judy和Larry的婚礼现场 我是艾琳 站在我旁边的周围是我今晚的搭档Leo 对没错就像Leo说的 今晚我们不只是为大家准备了美酒和美食 同时也为大家准备了FotoBoost 还有非常精彩的游戏环节 还有很多丰富的奖品 就是希望大家能在今晚吃着开心 玩得继续有一个愉快的难忘的夜晚 谢谢大家 对我们在座的现场各位嘉宾 大概有300人 但是我们希望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能达到3000人的效果好吗 1 2 3 那我们这边的朋友 展示能不能超过他们那边 超过他们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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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我们这边 1 2 3 对的希望大家能保持这份热情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晚宴的结束 我们的新郎新娘也是希望看到你们 能有这样的热情 一直在今晚能保持一个非常开心的心情 这也是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 就是你们的掌声和热情的欢呼声 谢谢大家 好下面我们的婚礼即将开始 首先我们将要欢迎的是我们新郎的主婚人 有请 没错 就像Lio说的一样 那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和我一样 心情非常的激动 也非常的期待我们新郎新娘能尽快的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希望我们大家能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来迎接我们的新郎新娘 大家就收拾一下 新郎新娘 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场和Facebook以及YouTube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华裔小姐余思廷荣获2017年度国际中华小姐冠军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的搭档Leo 对 余思廷呢是我们15年来纽约首位获得国际中华小姐冠军的得主 那么她呢能摘得这次冠军也是非常非常的实至名归 因为认识余思廷的人呢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美丽大方 勤劳勇敢然后又非常的坚强的一个女生 那么在她的比赛期间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她不只是努力 而且能看出她是一个非常的天资聪颖的女生 因为她虽然是一个台湾的女生 可是我们看到她不只是在中文英文还有广东话的方面 都是有相当厉害的表达 所以呢我们觉得她非常厉害 而且呢在比赛期间 她的才艺更是在每一次的比赛都赢得了现场观众和在座的评委的赞不绝口 所以她这次获得这个奖项啊真的是众望所归啊 对啊我们就想知道现场的各位嘉宾 对于于斯廷这次获奖有什么你们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我们想在现场来邀请几位嘉宾来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这是在你们屏幕的右下角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手指的标志 那我们就点那里点like 那我们下面呢有请一下我们精神大赌场的亚太远东市场的副总裁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于斯廷获得这个奖项之后 您的感受是什么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 请您分享一下您在得知于斯廷获得这个奖项之后 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就像我们刚刚这位嘉宾讲的 我们的于斯廷获得这样的奖项确实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激动 觉得非常的震撼 那么我们纽约呢每次派出的代表 在近三年以来派出的代表 每次获得的成绩都是非常的娇人的 从第三名到第二名到今年的冠军 真的是一步一步的 这个奖项拿得越来越大 说明我们纽约赛区的这些选手们 都是在背后付出了非常艰辛 非常非常多的汗水 包括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Robert Robert您对于斯廷获得的这个奖项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那么下面呢我想有请到一位 我们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 她呢也是参加了好多次我们的华裔小姐 她在每一次的华裔小姐都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 她就是我们华裔小姐的MC Sandy 有请 对我有看了那个比赛 真的是其他的选美的小姐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不管是哪一个方面也都是非常的强 但是呢于斯廷为什么能赢得这个比赛的胜利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除了她的努力 除了她的聪明才智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她的才艺表演 真的是寄精四作啊 她的那个才艺真的是让大家知道 她在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 当她一走出这个舞台亮出她的才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的观众还有评委真的是 怎么讲呢 就是好像用什么词语都没有办法表达出 对她的这个才艺的这种夸赞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你还是不是没想到